来自新竹地区还有其他县市的老师 超过900人报名参加孟德恩次方研习活动 当天教育部长潘文忠清零现场为老师们打气 希望大家在研习过后能够重新找回教学热忱 大家常常都会说啦 一个人走一万步 可能比不上一万个人走一步 教育的现场更是如此 一个非常优秀杰出的老师 再怎么样都可能加回的是这个班级的学生 但是孟德团队透过我们以共同社群发展 以陪伴支持的在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不是一万人 已经将近四万人 那走的步伐就像那个恩字一样 已经是恩步 孟德恩次方是目前全国最大场次的教师自主研习 从2015年累计已经举办了四十场的工作坊 将近四万名的老师参加 今年以数位协力实践分享为主题 让老师在数位教学过程中更能多元化呈现 在孟德这样子一个场次来说的话 其实它提供了我们老师更多的协助 以及一些资源的这个 共备上面的一些交流的平台 所以让我们的老师们呢 可以在面对到现在目前 尤其是在新的科纲来说呢 更加的多元学习更加的跨域学习 甚至呢在今年也加入了更多数位科技的工具 让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加的多元 在孟恩的话 他们不是只有用一套的教学 他们其实是会互相的讨论 各种的可能性都有 那这一次呢 我们承办了这个呢 真的是虽然很辛苦 因为什么都涨价了 那也找不到厂商来 所以后来与我们学校的一些同仁们呢 大家说校长没关系 我们扛起来做 那我们更希望呢 有这第一线的这个老师们呢 能够在这边收获满满 而且能够转换很好的心情 来面对我们的孩子 这次研习会及国中小八大领域科目 以及跨域课程设计 阅读素养等25种主题课程 提供老师们更丰富的教学方式 就是三民有一直在推数位学习 其实我们已经也进行了蛮多场 数位的科技的研习 那但是其实对于数学老师的我 其实课堂设计的能力 其实也是还是需要加强的 所以会希望透过这次还有 iwork融入数学的课堂设计 有带领我们去做实作 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透过就是实作 然后课程设计来加强我们 不是只有就是用平板 像刚刚郑宗老师说的 只是平板举着这样子而已 我们是希望可以真的融入课堂设计之中 很高兴新竹市开始有办理这个研习的时候 三民国中这边开始有办 non-end的研习的时候 我就是每年每一场我都会参加 对 然后也希望说在这边跟着 就是交久了之后多半 也许热情会慢慢的减弱 然后希望说抱着这样子 大家一起来共学 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在这边大家互相群乱互相打气 重新找到教学的热忱 因应教育趋势还有数位浪潮 老师借由伙伴协作共同发现问题 提升课堂的广度和深度 丰富课程教学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答